这是天道最幸运的时刻 同时也是一重真相的揭露 在上次天道变身战斗时 由于天道为追击一重 夺走那台专属的机车 致使极其倒霉的加赫美 只能跑着去与上级会合 然而他虽然及时赶到 可由于机车的魔用丢失 再加上本身的职位很低 他很快受到假的指责 眼看自己的职位不跑 加赫美开始有所慌张 与此同时在城市之中 有一支武装的乙兵小队 正向一重疯狂地射击 然而接踵而至的火力 并未给一重造成伤害 反而让一重身温退皮 使得一重开启声势化 险些把小队打成团灭 这时一重袭击一位警察 随即以太为死者样貌 却被附近的一位女子 以及巡逻警员撞紧 片刻后一重轻松追上 便以太为女子的长相 等到众多警员感到 两人已经是无法驱逢 并且有一人趁机逃离 或与两人都有嫌疑 警员只好先抓捕另一位 与此同时可爱的小旭 见佳赫美为女独阵 主动做美食安慰对方 可佳赫美太过倒霉 反而让天道抢走美食 本想着让小旭重做一份 但佳赫美倒霉到极点 刚才已经是最后一份 随后在天道的请求下 佳赫美讲起一重的来源 原来在七年前的事故中 来得不止陨石还有一重 而一重不知什么木 不仅以太成挑选的人类 还会将挑选者抹杀 进而融入人类的社会 为一重的所作所为 曾经在佳赫美的心中 留下一些痛苦的回忆 这时佳赫美收到消息 随即在修一的事宜下 寻找起那位逃跑的女子 为防止女子就是一重 修一给予佳赫美武器 接着收到命令的佳赫美 开始跟在女子的后方 然而在跟踪的途中 她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 出于下意识的查看 她瞬间失去女子的下落 眼看自己失去目标 佳赫美开始为辞退国脑 好在天道及时出现 慌张的她便和盘拖出 随后想出办法的两个 仿如关押女子的警局 天道表示只要放出一位 另一位肯定会送上门 虽然私放嫌犯是重罪 但天道已经开始行动 佳赫美也只能配合天道 否则她只会白白忙活 紧接着在两人的配比下 天道凭借卓越的身世 公然从警局中带走女子 并适应女子自由行动 结果正如天道的猜想 两位女子同时找沙滩王者相亲 而一旁的佳赫美健壮 变出实力强的便是义虫 不料反转的一幕出现 义虫竟然是倒地的那个人 变身骑士形态的天道 凭借着身上厚重的装甲 以及武器的疯狂射击 很快把一重击退束 但一重随即开启声势化 瞬间扭转双方的局势 天道见状开启报假模式 同样用声势化与其对决 经过几回合的战斗后 双方的打斗物中过山车 天道便将危险中的行人 转移到旋转木马上 此时天道一波猛烈的攻势 率先在战斗中占据上风 随后天道沉重的一角 直接将一重踹飞树 紧接着天道乘胜追击 在补足足够伤害的同时 立马驱动腰部的昆虫尼 准备发动大招骑士踢 结束眼前的战斗后 天道把击败一重的战绩 主动让给可怜的迦赫美 因为只要有这份功劳 迦赫美才不会被开除 才能继续向他提供情报 这时迦赫美突然注意到 那道熟悉的身影少 随即冲上前寻找那人 然而正在同一时间 由一重主动挑衅天道 欣喜的天道手持昆虫尼 立马变身为骑士形态 此时一重向天道攻去 天道健壮向后方挥 不料因为这一集 一重完成褪皮的过程